一艘载有27名中国游客以及5名泰国人的快艇阴影警故障 周日在泰国南部旅游圣地PP岛附近爆炸造成146重伤 而中国国家旅游局晚间说已只有5名中国游客重伤旅游局已启动应变措施 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官网晚上6时42分消息 泰国当地时间下午约1点时一艘载有27名中国游客的快艇在PP岛海域起火 初步了解已造成5名中国游客重伤 路透14日报道当地警方说船上载有27名中国旅客 而16名伤者中有2名机组员另外14人则为游客 香港星岛日报网引述泰国媒体报道 救难人员说快艇上午接待中国游客从普吉岛出发 前往PP岛途中突然漏油起火爆炸 冒出大量浓烟 船员指挥船上游客穿旧身衣跳水 据报道这起意外导致一名泰国人死亡 还有船长与中国游客共5人重伤 不过据PP岛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路透 在16名伤者中有6人重伤 另外有7人被送往普吉岛医院已接受进一步治疗 而有9人则已出院 中国国家旅游局表示 获悉事故消息后已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局长李今早要求中国驻曼谷旅游办事处了解情况 配合中国驻泰国使领馆登促医院权利救治受伤 游客联系并促请泰国旅游警察部门尽快查明事故 原因 中时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